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種題型 第一種題型 我們介紹的是這個 等差數列的判別 好 那我們快速講一下 什麼是等差數列 還清不清的 對 像12345 這種叫等差數列 它有什麼特性 一直加 再加同一個數字 對不對 叫等差數列 所以請問你 下面這四個答案裡面 有誰是 來 我教你 你看喔 題目不是說ABCD是等差嗎 然後說公差是2 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就用必殺技 帶數字進去就好了 好 你就帶誰 我就帶1357 對不對 好 請問你1357是不是乘等差 而且公差是不是2 好 有什麼規則嘛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你認為A平方 B平方 C平方乘等差嗎 老師我不知道 我試看看 來 1的平方 3的平方 9 5的平方 25 為什麼 為什麼是1925 因為這裡的ABC就分別是135 所以就分別把它平方平方平方 所以請問你 1925是等差嗎 不是 為什麼 因為1怎麼變成9的 加8 那9怎麼變成25的 加16 完全不一樣的 對不對 你要就同時怎樣 同時都加8加8加8或是加10加16 它沒有 所以A不行 好 那這個是嗎 ACBC跟CD是不是 我們試看看來 AC AC的話 AC是1乘5 就是5 BC BC的話是3乘5 15 再來CD CD的話是5乘7 35 它是嗎 它也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它也不行 這樣聽懂嗎 好 再來看這個 3A加2 3B加2 3C加2是嗎 它是不是 它是 為什麼 你看一下喔 3A 3乘1加2 那就是5 再來 3乘2 3乘3加2 3乘3是9 加2是11 再來 3乘7加2 3乘515 15加2是17 5乘1的 加6 11有變17 有 所以答案選的是 C 然後這一題呢 你旁邊寫一下喔 旁邊怎麼寫上去 你寫上去喔 A B C乘等差 如果我告訴你 說聲告訴你 A B乘等差的話請問你 3A 3B 3C 會不會乘等差 會 也會乘等差 也就是說 本來乘等差的數字呢 我同時乘上某數字之後 還會乘等差 會 好 然後再來 那請問你 A加2 B加2 C加2 還會乘等差 會不會 也會乘等差 也就是說 本來乘等差的數字呢 我同時加上某數字之後呢 還是會乘等差 把他記下來喔 這考試很常考喔 所以換句話說 本來乘等差的數字呢 我同時乘上某數 還有同時加上某數呢 結果 結果還會乘等差 會 那你要舉例反三 既然乘的可以 那除的呢 也是一樣嘛 本來乘等差的東西 我除上某數之後呢 還是會乘等差 這樣子 聽懂嗎 會不會 然後呢 我剛才是不是寫加 加如果可以的話代表 減呢 也可以 也就是說我如果同時 減二減二減二也可以 你如果說老師我不相信耶 你試看看 譬如說 一三五百是乘等差 你試看看 你減二減二減二看什麼結果 一減二變成負一 三減二變成一 五減二變成三 請問你 負一一跟三會乘等差 會啊 為什麼 因為負一整變成一了 加二 這樣聽懂嗎 所以我同時加上 或同時減到某數 還有同時乘上某數 跟同時乘上某數 最後結果還乘等差 這樣會啦 好 所以第一種提醒他 計算的東西 就是等差數量判別 會啦 聽懂嗎 OK 好提醒一又講完喔 提醒一 知能力 稍微 節尚 很多 不斷 放下 走 請 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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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